很多人不是都说今年的工作特别难找吗 然后我就投了一下简历 三番岛的一个酒店的前台 他不要我 我99年的 年纪应该不是很大吧 他就说什么 反正他就是不要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宠物店的那种嘛 宠物店那种当店员 然后他回了我 他回了我说 经过我们的那个什么 说你不合适 然后唯一一个回复我来的是 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 六天八小时 一周五百 就是说一个月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 不包吃不包住 以后他说 就周末还不能休息 就是周一的时候休息 然后其他时间你都要再上班 以后他就说 很轻松的 不用做什么事情 我准备干两千块钱的 深圳 往吃不包住 这里是著名的中关村创业大街 位于中关村核心地带 曾聚集过一批 著名的创业公司和孵化器 现在却变得如此萧桥冷清 空虚寂寞 曾几何时 每到傍晚 这条三百米的步行街上 熙熙攘攘的 都是出来吃晚饭的创业者 路边的咖啡馆里 总是充斥着谈项目合作 以及面试工作的人群 空气中流动着 对财务自由的渴望 据网易 这里现在虽然还有创业公司办公 但热闹程度下降了一个数量级 路边的小吃店 在晚上七点以后 基本无人问津 门可罗雀 你看创业食堂连门都没开 也不知道创业者 是不是不需要吃饭 我有一种预感 等到这条街 恢复当年的热闹程度的时候 也就是互联网创业环境 重回巅峰的时候 这一天还会到来吗 还要等多久呢 重庆现在的状态 说了你可能不相信 很多大公司都在降薪裁员 很多小公司亏损倒闭 今天带孩子出去溜达 发现家附近的商权 好多邻间门面都空着 门上张贴着招宿信息 整个商权也是寥寥无几的人 满大街只有随处可见的 棋手的身影 曾经人满没换的地下商场 也是冷清得很 店主都比顾客多 因为没有顾客 店主都是各自拿着手机 打发时间 闲置的门面 是一排又一排 商权卖面 排队等顾客的出租车 网约车排成了长龙 黄色的出租车格外的显眼 今年大家真的都是在硬行 表面上看着不错 自己创业当老板 实际上能赚到钱的还是很少 像我们一家 我老公就是跑网约车的 出门经常一两个小时 甚至更久都接不到单 跑一个月下来 纯收入也就五到六千 每个月就为了固定的房贷 停车费 物馆费 水电器费 生活费 孩子的费用奔波 真的是省吃见用 雷紧裤腰带过日子 最近也经常听朋友讲 身边的谁谁公司不景气 被裁员的 或者公司业务不好 就拿着底薪过日子 连房贷都交着费力 更别提负担一家老小开支 新的工作也不好找 后面也只能想着卖房子 但房市也不景气 将家卖都没买家来看 最后只能想着 是回老家 减轻生活压力 很多确实还不上房贷的 到最后 房子只能被法拍 所以当下 我们都要开始要无紧钱包 能省则省 不冲动消费 目前又分稳定的工作 有个还行的收入的 就好好珍惜吧 以前人山人海的商场 现在真是一片凄凉 不管是超市还是百货区 导购员都齐刷刷地 站在两边迎接客人 你走在中间呢 被看得发毛 今天我们去商场 还发现好几个店铺 都车贵了 有的人说 是因为电商的兴起 导致现在的实体生意不好做 商场的房租 人工等等 这些都提高了商品的成本 今天我试了一个旗袍 挺好看的 其实也不贵 三百多 但是我想了想 也穿不了几次 所以最终没有买 这要放在以前 只要我喜欢 肯定就买了 但是现在对于这种消费 就理智了很多 盘算一下自己可怜的工资 还有多少需要用到的地方 所以就是 能不买的就不买了 能不花的就不花了 你想吧 有这种想法的不止我一个人 而是大部分人 裁员降薪使我们对未来的信心不足 总想着能省点 试点 多省点钱 以备不时之需 所以现在店铺确实是不好活下去 作为一个普通百姓 真的希望这个形势快点好起来 恢复以前的繁荣 茅台中秋行情 今年的中秋可谓是惨不忍睹 今年的中秋的货源的销售 连去年的这种一半的销量 可能都达不到 而且每天再也找不到 以前的那种不停的接电话 不停的发货 根本连吃饭的时间 都没有的那种感觉了 所以说现在客户拿酒也是一样的 肯定是用 但是用的量是少之又少 都没有超过10件的一个量 而且茅台的价格 今年也是破天荒的 在临近中秋的时候是一降再降 现在都是降了一个礼拜左右的一个时间 这是整个我做茅台10年了 从来没出现的一种状况 今年很多人再不像以前 临近中秋一个月之前去购买茅台 今年的生销也都是特别的不争气 竟然是跌破了飞天的这个价格 就连它的系列酒 包括茅台的1935也是一跌再跌 所以说今年的市场太难了 好想再回到两三年前的那种行情 那种忙碌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份由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等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 2024年第二季度 中国小微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率同比下降 市场需求疲软是主要挑战 而第三季度的信心指数也较第二季度有所降低 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蚂蚁集团研究院和网商银行于8月16日共同发布了 中国小微经营者2024年第二季度调查报告 即2024年第三季度中国小微经营者信心指数报告 报告调查时间为6月15日至31日 收集了9368份有效问卷 根据调查结果 中国的小微企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 占比达76% 少部分分布在制造业 建筑业13% 以及农林沐浴业11% 这些企业的经营者以1980年后和1990年后出生者为主 其中超过八成拥有高中以上学历 大多数小微企业以自雇货雇雍0至4人为主 占比达81.3% 报告显示 第二季度小微企业平均营业额为11.7万元 同比下降2.0% 净利润率平均为4.7% 较去年同期减少0.8个百分点 现金流平均可维持2.8个月 市场需求的疲软被认为是小微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 经营成本的上升是次要压力 接近六成的小微企业表示感受到成本压力 并采取了包括减少雇员 削减营销宣传费用 要求降低房租以及减少员工奖金等措施以控制成本 报告还指出 小微企业对第三季度的信心指数有所下降 从第二季度的50降至49.7 低于融库线 结论部分强调 小微企业收入减少 成本压力持续存在 通过减少人员和降低工资等方式 控制成本可能进一步削弱经济复苏的动力 报告建议政府应针对不同的小微企业 采取相应的扶持措施 同时 企业对乱售费 乱罚款及政府或国企拖欠款项等问题的抱怨有所增加 这些问题需要得到重视 此外 中国依赖制造业投资和出口来支撑经济 有美国专家 对北京能维持目前的制造业投资速度多久 提出质疑 前美国贸易和财政部官员 布拉德·塞斯特通过数据分析发现 除比亚迪外 中国的电动汽车企业几乎没有盈利 连带钢铁行业也面临收缩 太阳能光伏产业则存在供过欲求的问题 塞斯特目前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研究员 根据中国官方数据 基础设施投资通常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资金 弥补了房地产投资的下降 制造业 尤其是汽车行业成为主要的投资增长领域 按月计算 中国每年新增约4000万辆汽车的产能 但国内需求却维持在2200万辆左右 其中一半为电动汽车 因此 电动汽车难以再通过替代燃油汽车来实现增长 面对国内需求饱和 出口成为唯一的增长路径 然而 虽然近期中国汽车出口增速较快 乘用车出口首次超过500万辆 但塞斯特估计 中国的汽车出口量 最多只能稳定在每季度150万辆 或每年600万辆左右 从长期来看 许多资本密集型的中国制造业 正在被迫转型 试图通过大幅增加产能来实现盈利 塞斯特警告说 房地产投资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复苏 因为投资下降幅度 仍然小于新开工下降幅度 因此 未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要么来自制造业 要么就是不存在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 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 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